大家好 我是Tim哥 又到了小技巧時間了 今天要來教大家 因為有些人是用 iOS系統 有些人用安卓系統 那到底兩邊怎麼樣 那有些人說要下載APP 我給你講一件事情 我今天要教大家 不用下載任何APP 你一樣可以讓iOS跟安卓 或安卓到iOS 都可以跨平台來互傳檔案 或是互傳照片 看之前按讚訂閱分享 小鈴鐺打開 好 我現在準備了兩隻手機了 我們先確認一下 這兩隻手機要在同一個網路下面 好像我看一下 沒錯 我現在連到的是KoE 那我看我們的S21 Ultra 是不是連到KoE 沒有錯 好 連了同樣的網路以後 這時候你就可以開啟瀏覽器 這個時候你看 我打開瀏覽器 在上面要輸入 Snapdrop.net 這個時候我輸入好以後 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 那個三星的S21 Ultra 也是一樣 要輸入同樣一個網站 叫做 Snapdrop.net 那我們輸入完成以後 你可以看到現在要出現的畫面 這兩個畫面 我們已經在互相搜尋了 表示說 如果都有找到以後 這個時候 你看我先從iPhone 然後我選擇我的照片 你也可以傳資料 但我用照片比較簡單 我就選選擇 左上角這個照片 選擇完後 按一下加入 好 這個時候 你看 S21 Ultra就已經收到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已經下載了 我們來打開一下 那個媒體瀏覽器 看一下 你看 是不是就過來了 非常簡單 好 各位 剛剛看我的實際操作是非常簡單 那我先講一下 我們剛剛是iOS跟安卓互傳 但如果你有PC筆電或Mac電腦的話 那方法是一模一樣 怎麼樣 再幫大家重申一次 第一個 要在同一個網域下 互傳的兩個裝置 都在同一個網域下以後 第二個 再輸入網址 輸入完畢以後 第三個 確認一下 這兩個裝置 是不是已經互相找到的對方 找到以後 第四個 你就可以把你想要傳送的照片 或是資料 甚至於影片 然後你就可以傳送到另外一個裝置上 就這麼簡單 今天這個小技巧 想分享給大家 因為好多人都有這樣子的困擾 那因為我今天也想拍這個影片 是看到我們今天家 我們家導演 今天早上就拿了隨身碟 這邊存出來 然後要存給iPhone iPhone又拿了iPhone隨身碟 手忙腳亂的 我跟你講 現在就不用手忙腳亂了 你只要網路暢通 就沒問題了 那我們就下次見 拜拜